海上之旅 现在出现在我们城博的右侧 这一座济世坦博的海大桥是海参大桥 建成时堪称世界第二 亚洲第一的特大三化全漂浮高山梁全座桥 于1999年12月30日 海参大桥正式装车 也被称为跨世界大桥 海参大桥全场用尊历 主桥长度1108米 近高55米 桥宽36米 河隆纳5万吨子的长度从脚下 坐着别人看见大海了 我要抱着你们 你放心啊 不会掉下去的 放手 不会掉下去的 我要抱着你们 这一座海参大桥的右下方 请大家来一下身边扶手 主要扶手 那就现在我们海参大桥的右下方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潮汐真眼 火天轮 高处距离地面62米 采用芬芳式大力架模糊调式转轮结构 火天轮共用32座球形轿箱 每个轿箱可容纳6名乘客 360度全景透视空间 可以让我们的视频要各行 反射到高峰视角的差异景观 火天轮每转一圈大约为13分14秒 也逆着地生仪式 家长要照看我们同行的小朋友 小朋友不要帮那么高啊 请不要让他到我们园上要注意安全 这样看哦 公园用地总面积20.01万平方米 是一个关海平浪 欣赏 各位伤客朋友们 我们这里下一集面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接下来广播各民报告一则 反程信息 有时候的什么课 请大家认真 视频一下我们的广播 您手中所购买的 请进入莫巴肠围下午的5点40分 5点40分之后 内座码头关闭 第一个普通理所领导的码头 就是等大家所避达的 五郎与三秋田码头 运营时间从早晨的7点20分开始 直到凌晨的12点结束 以下午的30分钟 凌晨12点之后 还有需要离岛的乘客 就请大家前往 古兰里的 甘情码头 直升转离岛 甘情码头 只有在凌晨12点 最初是一个 渺如圆一的小地洲 是圆沙洲 或圆寨洲 直到为什么呢 也被命名为了古兰时 就位于我们返载后 海滨御场的旁边 古兰里岛呢 有三大特点 以及两个标志 三大特点 其中第一个呢 是古兰里岛呢 是一座 甘情之岛 音乐之乡 岛上呢 甘情平行车 上岛上呢 哎 大多数乘客 基本上 需要靠步行去 游玩我们的古兰里的 岛上啊 无车马就生销 也没有机动车辆 也特了 是为漢博建筑 博兰城的原因 大家都可以上岛之后啊 去细细的品味一下 我们古兰里山的美 商工 新事当车里啊 即将就要抵达 本残城的终点站了 请大家 首先第一 请点好名的 手机 钱包 证件 随身的行李物品 千万呢 不要依赖在 我们的长城里 许可 我们的长城里 在我手里 没有人 否则 呦 需要 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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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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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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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